红蒙之初 中国人把思想开放在天地之间 一木为树 双木成林 三木为森 植树成木 取木为材 用木造木 木造木 木造木 牧屋营造 中国人坚持牧种取材和损卯技术浑然一体 口寿新传世代沿袭 形成大木降噪的文化内涵 降噪 降人精神 永续创造 几千年来中国人用木构筑生活 坚守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木的营造上升为精神 形成根本不移 行火相传的追求 和生生不息的永恒祈愿 今天的中国乡村仍保留大梁传统木造民区建筑 它们是中国传统中最早远最广泛的存在 是传统文化的精神代表 大木降噪 银城千年 是农耕文化的基点 更是华夏文明天人合一的思想本源 大木降噪 最应体验的乡村美景 最值品味的乡土文化景观